我們第一個要分享的墨鏡 好 來 這個是長臉代表對不對 對 來 瞧瞧 但我是長臉代表 但是其實我臉又不是特別的長 我還有兩個有蘋果肌 所以我的臉其實算是 比較標準的鵝蛋臉 那種種萬人迷型的 所以我記得 萬人迷 不要萬人迷 因為我的臉大是比較大眾 所以我們牌子應該做字的 做什麼 萬人迷 鵝蛋臉 蘋果肌 那個長臉代表 對 差不多都是這個意思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這種萬人迷的臉 其實基本上是白搭 對 我的眼鏡 基本上我可以跟大家介紹 我剛剛戴的那一副 這個那一副是有點圓圓的 它這副是新的 新的新品的牌子 M牌 麥當勞嗎 對 它是一個新的新品的牌子 你看... 它這個 它連中間這個夾鼻子的 都是金色的 還有雕花 富貴... 富貴人家 對 它這個圓圓的 不是說每個都可以大力 有時候臉比較圓的話 然後把它當去圓更圓 像我這種萬人迷的 你自己看一下這個狀況怎麼樣 就是很開心 那如果我沒有化妝 會有點像牙叉書 所以這個基本上要配 有點妝的感覺 對 要戴妝出去的 對 妳別戴妝的話 我們常常就是想說 因為沒有化妝 然後就戴個墨鏡 但妳剛好相反 妳反而要化好妝 就戴墨鏡 我的個性通常都是 一定要化好妝才能戴墨鏡 因為我覺得我 我像這種的 如果妳不要 沒有化妝撐不起來 妳撐不起來 真的會 有一些特殊款 需要化妝才會撐得起來 對 是不是 對 老師 我看妳很了解 對 這個就有練說 好 再來 另外一個是 像這種方形的 也很適合我的臉型 好萬能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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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戴了兩套 因為這套是外套 裡面它也是露的 所以我兩種版 有兩種風格 給大家看一下 對 因為還有好幾副 其實我的 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眼鏡基本上 我都走得比較基本款 對 比較可以 比較可以到哪都可以戴 機場哪都可以戴 因為我這麼長的 我都會去 機場時尚是不是 機舍 那現在不能去機場了怎麼辦 武機場可以 武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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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菜不知道可以 但我的夜店也可以戴 夜店可以戴 現在可以去夜店嗎 去海邊也可以戴 夜店也可以戴墨鏡 因為好多人戴 要幫他們顧生意 外匯車的時候也可以戴 我們家不都外匯車 都是總代理的 總代理的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那個什麼 我在夜店裡 我看過有一個人戴眼鏡 他好像喝得有點太忙了 他過來跟我講話 他一個鏡片是掉的 他一個是空的 一個掉 還跟我講一堆很瘋的話 就是一直在跟我說 想像怎樣這樣 這一副也不錯 對 這副滿好看的 你戴著 你戴著講 這很未來感 對啊 所以我跟妳說這種 常常到夜店的話 你都要夠堅固 因為有時候你一玩起來 他不夠堅固 鏡片掉了一個 對 你搞不清楚 就會跟那個人一樣 鏡片掉了還不知道 還在跟我講話 對 就很久了 真是很漂亮 很漂亮 其實我想跟大家介紹 一支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沒有牌子的 這個是有故事性的 就是我在荷蘭的時候 一個男生他很愛我 外國人 外國人 那時候有荷蘭人 我常常一個人出去各個國家玩 然後我晚上可以一個人去 很多夜店玩 就一個人單槍劈馬 我就去了 好危險 我都去好玩 危險我先測 我先看 因為我眼睛其實蠻銳利 我先觀察一下狀況 然後在那時候 就是有一個荷蘭男生 我們在夜店都對到眼 他覺得我還不錯 會覺得他長得還OK 所以我們就一起玩 就整個晚上一起玩 很開心到很多地方去玩 然後隔天 然後我們還去他家 我們沒有幹嘛 就只去他家而已 然後結果他 我今天下午 下午我要離開了 我要走了 因為我要去別的城市在玩 他說可不可以請我留下來 他真的很喜歡我 他打一副家裡的鑰匙給我 還幫我的小指頭上了 一個藍色的指甲油 然後還送了我這副眼鏡 他說要讓我遮陽光 所以我才有這副眼鏡 定情是不是 很浪漫 因為其實我本來就知道說 這次最後是見面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 有時候就是 那個感情就放在那裡 所以就是那天過了之後 我就知道 我應該就是要分開 就是把它當成一個回憶這樣 所以他就給我一個這東西 放他還有一個小喇叭的吊飾 就是 他給了你多少東西 他給了我三個 但是都是便宜貨 但是都是有價的回憶 一個回憶 就是我說 基本上有故事的東西 它的價值都不會太高 但每一家國家旅遊 都會得到一個紀念品 為什麼沒有嘗試想要交往 交往 沒辦法 就遠距離了 太遠了 不太遠了 重點是 臉不夠長 不是 就是很像很多生活條件 不夠有錢 到那邊去的話 對 重點 重點 重點是今天的主題默契 這麼近 進去交往幹嘛 對 但是這個就是比較有故事性 所以就試著做 一國小戀區 對 可以嗎 老師你認為 可以 我覺得他戴的 基本上都是很基本款 所以不會有錯 然後他又是萬人迷戀 但是我覺得強常如果要的話 我覺得他可以撐起很多東西 真的喔 你知道 我跟你講 我最撐撐超多東西 很多東西 人家就說不能撐 就我一個人來撐 我今天又戴個外套黃的 這也很難撐 這一個顏色很容易掛桌 對 而且皮膚黑的人 對 他不太敢穿這個顏色 對 可是他皮膚黑他有亮度 就好像很有自信 對 自信 有了有 你是髮型師也戴出來是不是 就看起來後面會不舒服 我們來介紹好了 好 請 請 來 衣服穿好 請 他這邊 這邊請 講他是不是有過動 我有 過動症 我有過動症 其實我有 而且你幹嘛還把墨鏡帶去 老師 你想要去交換嗎 其實這一支 乍看之下 它就是基本款的 而且這是很多的明星戴的 明星款 對 可是今年真的很流行 喜歡漁禍老師好不好 有 眼鏡鏈 眼鏡鏈 而且這個眼鏡鏈 它就像是一個耳飾 在這個地方 這樣國際超模 對 像耳麥 就像鵪館 這個 耳麥喔 夾耳麥 GO GO 它上下都有 我覺得很帥 對 但是今年就很流行 像這樣子的方法 一個很簡單的太陽眼鏡 但是你搭了眼鏡鏈 而且這眼鏡鏈超有特色的 這樣就完全不一樣了 好好看 很好看 像 同的品牌 它其實出了超多的眼鏡鏈 像這個也是 也是一個很基本款的 黑色的 對 但是它只要搭了眼鏡鏈之後 個性就不一樣 所以想想那邊 有很多那種基本款的眼鏡 就可以我們單買一個眼鏡鏈 對 像我們上面這邊 就會有很多的款式 像這樣子 小小的 這好什麼 老師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夾掛在這 對吧 這也痛 你是重聽嗎 聽到沒有 你講的 鑄聽器是不是 鑄聽器 鑄聽器 我覺得這一集強強出了 因為我喬很久了 我把它拔掉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感 是很棒的 對 我覺得這樣做 對 示範不是叫你怎麼講拚 然後另外我覺得現在歐美 很流行這種小框的 好可愛 適合我 他現在拿一份報紙給你 好可愛 然後這邊 其實眼鏡鏈你可以 如果想要拍照 你可以整個往前跑 對 或者是你可以整個往後 往後 我知道掛著 有點嘻巴那種的 對 就是這樣掛著 那你也可以戴得 有一點像掉下來的這種感覺 好可愛 很可愛 你可以試試看就是 很開心 很可愛耶 戴得有點像這樣 所以這樣就會比較吸汗 比較有一點點 對 嘻巴 其實我覺得 只要你是比較個性 或歐美風的話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摘 牙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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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另外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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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趕快下衣服 來... 這一部 他們衣服都有感覺 小心... 這部還有毛巾耶 在這邊 撲什麼毛巾 這是毛巾啊 妳是超爛巾的 超爛巾的 真的 對 但今年有很多 很多在眼鏡旁邊的 這一些裝飾 對 絲巾 或者是眼鏡鏈 你可以把你原本很簡單 或基本款這樣子的 一些太陽眼鏡 做更多的變化 在這個地方 而且這個其實就是很 很那種 巴黎 巴黎 這什麼 看一下能不能甩 可以啦 這個可以甩 這一可以甩 另外 另外 他戴毛巾真的都很好看 對 很能駕馭 這還可以這樣撐起來的 好美喔 我覺得如果你要再更 特別一點 你也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這你的 這你的 好漂亮喔 這個你也可以 這你的了 這好好看 這好好看 但是這一支眼鏡 這是Cucci的 Cucci的 對 他們其實這一次有做很多 幾何 就是不規則的圖形 對 像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然後還是有透過那個鏡片 因為復古的那種鏡片 帶有一點點顏色的感覺 比較個性 比較酷一點點 如果你是像 翔翔今天這樣子的穿搭 就是走比較酷的路線 但是如果你要復古風的話 這滿性感的 其實這也滿性感的 我跟你講一下 對 很性感的風格可以 或者是你要更 有一點點復古風的話 這樣子的太陽眼鏡 也很好看 很適合 對 很適合 對 非常非常適合 很適合 對 很適合 很適合 又是 很適合 在這裏 因為 很適合 最適合 在這裏 提供